经常观看YouTube频道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为什么在2024年有很多大的频道突然宣布停更了呢 似乎YouTube平台在2024年进入了一个停更潮 潮的意思就是潮流 有很多人都做这件事情 似乎形成了一个潮流 就叫做停更潮 虽然我看了一些视频试图了解这些频道为什么停更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很难理解他们停更背后的真正原因 不过我可以结合我在2023年到2024年 管理YouTube频道的一些个人经验 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其实从2023年我就开始觉得特别的疲劳 这种疲劳呢来自两个原因 一个是身体上的 就是觉得没精神 第二个原因呢是心里很累 那么为什么呢主要有三个原因 随着我们的频道逐渐的扩大和发展 那么当然也需要一个更加专业的团队 为大家制作精良的中文课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逐渐的发现我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内容的创作 而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人事管理方面 比如有新成员进入 我要完成培训 如果有某位同事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问题 我当然要协助他解决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教别人怎么做事情 或者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而我自己呢 当我真的坐在摄像机前的时候 我已经非常疲劳了 完全想不出我今天要拍摄什么样的内容 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创作灵感的枯竭 或者说第一个周期已经进入了尾声 其实不管这个人是什么类型的创作者 他可能是歌手 演员 或者是音乐家 又或者是像我这样的 在YouTube上面进行内容创作的中文老师 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创作的周期 在最开始可能有非常强烈的创作的热情 有很多的想法等待实现 然后呢 这些想法逐渐的成熟 并且得到了表达 但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个人的库存是有限的 就好像我们的手机 如果你的手机 你只用它 却从来不给它充电 它会怎么样呢 它当然会自动关机 所以我发现 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 也是这样的 也许你不是做内容创作的 但是我相信在你的工作中 也有这么一个周期 在最开始进入某个岗位 你觉得很兴奋 逐渐的从陌生 到开始胜任这份工作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中 没有任何的挑战 没有任何的创新 永远都是这样 我相信你可能渐渐的 会开始怀疑 这个工作的价值到底在哪呢 但是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 有一点不同 就是每一次我们拍摄出的内容 都不是重复的内容 其实还是在试图创作出一些新的内容 可是库存已经见底了 不知道该拍摄什么内容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痛苦 我相信对于比较理性的朋友 肯定意识到 当一个周期进入尾声的时候 也是改变的时候 第三个 让我觉得经营频道 越来越困难的原因 当然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现在是2024年 但是我们相比于2022年 还有2023年 我们发现在过去的两年 频道的收入是逐年减少 而不是逐年增加 大家看到的是 频道在不断的扩大 粉丝人数在增加 但是其实团队的收入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了 所以你想一想 如果说我们还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团队 还要维持所有的开支 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我们给大家打个比方 任何一个人在一家公司 如果说你在过去的三年里 你的工作量增加了 你不仅要完成之前的工作 还要做人事管理的工作 工作翻倍 可是你的收入却缩水了30% 而且在这过去的三年里 你的身体越来越差 你发现你没法平衡工作和生活 你觉得心累身体累 我想问你 你会不会选择辞职呢 虽然我跟大家讲了这么多 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 廖老师 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们 你也要停更了吧 说实话 我虽然有那么一段时间 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些办法 来面对这样新的变化 我希望我提供的方法 能够帮助你 应对你在工作中遇到的挑战 在2024年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压力 我们做出了三个变化 第一当然就是缩小团队 很多人离开了我们的幕后团队 但是这样做的好处是 我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人事管理上 可以把我的精力收回来 继续做一个内容的创作者 第二个方法 那就是我之前其实在内容创作方面 比如封面 特效 字幕 所有这些你看到的细节 会过于完美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毕竟是从一个小频道 慢慢慢慢变成一个相对专业的频道 我知道什么是好 可是你现在突然让我变成一个不专业的人 其实是非常难接受的 但是我最终说服了我自己 有时候呢 我们是把期望放得太高 把所有的事情都要求要完美 但正是这种完美主义 让我没有办法继续进行 我突然想起我们在频道最初 给大家拍摄的30天中文挑战 在那个时候 我没有一个专业的麦克风 也没有一个专业的摄像机 就是对着我的电脑拍了30天的课程 但是直到现在 大家还觉得这些课程有帮助 所以对于一个线上的中文老师 我希望我能够回归到我最初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我不要去过多的纠结 什么图片啊 什么特效啊 我希望在我面对摄像机的时候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我认为值得分享的内容 第三个我做出的改变 那就是拉紧裤腰带 什么意思呢 以前可能我们要在团队的运营上 花很多的钱 比如要给我们的团队成员发工资 我们要买各种各样的软件 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效率 但是今年我们由于团队缩小了 而且减少了很多软件的使用 所以我们不需要对收入有那么高的期待 同时我也减少了我个人的开支 其实我对这个变化还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我们赚钱是为什么呢 赚钱是为了有更多的选择权 是让我们的生活有更高的品质 其实终极是为了快乐 可是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不停的消费 我们为了要消费 所以要不停的压榨自己 要赚更多钱 由于要花更多钱 所以要工作更多 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我宁愿其实缩减自己的所有开支 享受我现在做的事情 少一点担忧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简单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